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星期一先后抵达喀布尔以及巴格达 并且和阿富汗总统加尼以及伊拉克总统傅阿德马苏尔举行会谈 这也是蒂勒森今年上任之后第一次访问阿富汗 基于安全的考虑 这个行程之前并没有公开的宣布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荣香你好 林真你好 荣香那么蒂勒森国务卿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访问巴格达和喀布尔 那么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看点 这两个行程之前并没有事先公布 第一是基于安全的理由 第二和美国的政策有关 我们知道美国对于中东以及南亚 政策的重点就是反恐以及对抗伊朗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再来就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我们现在看看国务卿基勒森对于巴格达的访问 那么在巴格达他明确的传达美国的政策 那就是美国这是一个统一的伊拉克 美国呢不会在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库尔德安全部队的纠纷之间来选边站 此外美国也要提醒伊拉克必须提防伊朗极端分子的渗透 并且美国也希望伊拉克继续来改善和邻国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巴格达之前 蒂勒森国卿访问了喀布尔也就是阿富汗 并且和阿富汗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了最高双边会谈 那么他也在传达美国的政策 那就是美国支持一个统一民主主权独立的阿富汗 那么美国希望看到阿富汗的和平繁荣自力更生 并且呢也不希望看到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窝藏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阿富汗怎么说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明确表示 在确保阿富汗获得一个和平与和解的进程之前 美军会继续驻扎在阿富汗 美国对阿富汗的驻军不是无限期的承诺 也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而是一个基于条件的承诺 但是我想如果你考虑到阿富汗目前的情况 几分钟前我们才在讨论这件事情 也看看过去几年的情况 阿富汗在人口 执政能力 教育系统 以及发展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上 已经做出相当大的进展 走了一段相当的距离 这也因此让阿富汗有机会强化一个繁荣的社会 今年8月底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新战略 其中表示美国不会从阿富汗来撤军 美国也不会提前拟定撤军的时间表 美国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决定实际的可行的军事行动 而蒂勒森国卿这次访问阿富汗 也是美国对南亚政策出炉之后的第一次访问 林森 容姜 刚才你提到蒂勒森 其实这次出访的第一站是中东的沙特阿拉伯 那么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看点 在利亚德 也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 蒂勒森国卿参加了沙特阿拉伯 以及伊拉克之间的协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主要的重点就是希望把两国的枪口 一致瞄准伊朗来降低伊朗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另外也希望两国来持续改善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蒂勒森在多哈举行的记者会上 顿促卡塔尔与海湾邻国弥合分级 他说美国做好了促成外交和解的准备 但是并不强加答案 海湾纠纷已经快五个月了 美国仍然感到关注 从开始到现在关注程度不减 这一纠纷对相关造成了负面的经济和军事后果 美国当然也感受到了后果 海湾国家和埃及指责卡塔尔 包庇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 多哈和德黑兰都予以否认 伊朗支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同伊斯兰国作战的民兵 但也出自扶持恐怖组织哈马斯 并向也门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 星期日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 发起了一个联合机构协调反恐行动 蒂勒森在利亚德参加了这一活动 当然如今在伊拉克有伊朗民兵 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快要结束了 这些民兵必须回国 任何在伊拉克的外国战斗人员都必须回国 让伊拉克人民重新控制那些曾被伊斯兰国占领 如今得到解放的地区 让伊拉克人民在邻国的帮助下重建他们的生活 伊拉克和沙特克服了几十年的矛盾 启动了这一合作 包括重建伊拉克的经济合作 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说 两国寻求克服几十年来的互不信任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自然倾向是彼此走得非常近 几百年以来都是如此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的讲话也反映了这种情节 伊拉克收复了三年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多数失地 但随后面临维持国家统一的难题 在反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库尔德人 上个月宣布脱离巴格达而独立 导致伊拉克北部爆发新的冲突 美国说伊朗卷入伊拉克 叙利亚 也门和本地区其他冲突 正在破坏本地区的稳定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 我们知道在前伊拉克总统 侯赛因萨拉姆入侵科威特之后 以什叶派为主了伊拉克和以虚拟派为主了沙特阿拉伯 这两个邻国之间的距离疏远了好几十年 而今年8月份 两个邻国之间重新开放了一个重要的过境点 并且也重新恢复了两国首都之间的直航 对此美国华盛顿表示 这有助于两个邻国之间的重要的商业以及人民之间的往来 林森 好的 谢谢荣香 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